大家好,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抹茶雪球餅乾 在做之前呢,我們先洗手 乾淨,保持一個乾淨 我們第一步先把,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奶油、滴粉、杏仁粉、抹茶粉 然後呢,我們第一步先過篩我們的滴粉跟杏仁粉 溫硬過篩完的,我就不過篩了 然後呢,接下來呢,我們把我們的奶油 90克的奶油,打成顏色發白 這一步需要耐心 需要一點耐心 因為它有點硬,剛剛從冰箱拿出來 那做這一步是因為想要讓它後續的步驟 加入粉類的步驟,可以讓它跟粉類融合在一起 那我們的奶油打到顏色發白之後 加入我們的衣粉、杏仁粉跟抹茶粉 然後,半均弄成團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烤箱烤了 大家在拌這個粉類的時候 要記得要特別小心,不要讓粉灑出來 對 然後各位如果在家裡做 看到如果這個粉 斷不起來 斷到沒有辦法成團 就可以加水 啊水的比例 就是按照你 你自己 覺得它 你覺得你的水加下去 它快成團了,就不用再加水了 因為水已經夠了 所以我水是沒有比例的 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弄下去了 對 按照自己的 對 粉類 粉類 粉類所有東西跟奶油拌一起之後 它會變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加水 它變團 變這個樣子 變這個樣子 變這個團 然後呢 放進鍋子裡面 冷藏 20分鐘 用保鮮膜包起來 保鮮膜包起來 好 這一步是不要讓它 跟空氣有 任何接觸 包起來 不要有任何空氣的接觸 冰冷藏 20分鐘 這一步很重要 所以我說很多事 抱歉 然後呢 好了之後呢 冰完之後呢 我們一顆 蹭 八克 然後它會變成 小小一顆這樣子 一顆八克 然後就可以送進烤箱裡面烤 然後我家的烤箱比較特殊 所以我沒有調任何爐溫啊 時間啊 我都憑感覺來 如果家裡是那種 有那種 一定的爐溫或是時間的話 你可以調 200分鐘 然後 200分鐘 然後20幾 烤的時間是20幾分鐘 200 200度 然後烤的時間是20幾分鐘 對 那這樣子 我們的抹茶雪球餅乾就做完了 謝謝大家